在很久很久以前 非人非妖的犬神不仅没有同伴 而且受尽欺凌 无论是人类还是妖怪 都对他嗤之以鼻 孤独与谩骂时犬神来到这个世界的必休克 直到那一天 他遇到了光芒万丈的狱章 就说与忠诚是他往后人生的主基调 因为从小吃尽苦头 所以他无比极度路生 为什么他能拥有自己没有的一切东西 在怨恨之中 犬神觉醒了真身 一道强烈的气场炸开 他的狗头居然独立飞出 路生反应不及 但许女一个飞扑救下了路生 犬神咬个寂寞 他恼羞成怒想要再来一口 危急时刻 狗头被无数的线条缠绕 一时间无法动弹 手无及时赶到 犬神忽然想起了从前 自己也是这样被五花大绑 被人威胁 哪怕是他投靠四国 也并没有受到照顾 豫章一直在逼迫他 逼迫他使用体内的怨恨之力 那是他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力量 从此以后 他就成了豫章最忠诚的狗 也借此融入了妖怪的生活 所以他万分感谢这个 带领他走进妖怪世界的豫章 他想要报答豫章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犬神的意义就是证明 豫章的思想是绝对正确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豫章承认了犬神 在各种情绪的加持下 犬神又一次爆发了 这才是他真正的样子 手无对自己的捆绑之术 非常自信 但强化后的犬神更强 他争托了绳索 现在无论是谁 也无法拦住这条发疯的野狗 屠杀开始了 在后台的青稷听到动静 便让党出去看看是什么情况 礼堂的暴乱是一片狼藉 还看了一眼 果然有妖怪 可还没来得及告诉青稷 犬神的体型就已经冲破了屋顶 楼房瞬间坍塌 青稷想要出去查看情况 但被困了 死活见不到妖怪的真身 妖怪绝缘体失垂了 雪女眼睛手快制造了负盾 陆胜等人安然无恙 但更不可思议的来了 狗头居然跟身体连接在一起了 犬神果然还是有些实力的 两个大将就被犬神打飞 雪女想让陆胜赶紧走 但没一会儿他们也被打飞了 强化后的犬神谁都拦不住 现在只有陆胜了 她和犬神四目相对 犬神用锯刀在爪子抓住陆胜 她持续用力 陆胜痛苦万分 又一击中锤 犬神将陆胜砸到了墙壁上 陆胜没有一点动静 犬神大笑 她居然杀掉了奴良陆胜 只是她的手掌传来了一阵剧痛 夜幕降临 夜陆胜终于上线了 她笑着说 黑衣也是拉开尾幕的信号 妖怪状态下的少主 那叫一个无敌 其他侍卫直呼 这一把吻了 看到变身后的夜陆胜 犬神也没放在眼里 她一个猛哭过去 却被夜陆胜砍了一刀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背后又收一刀 夜陆胜居然那么强大 她夹着我一把逃跑了 夜陆胜果断追击 两人一前一后的飞走了 等到亲戚从后台出来的时候 剩下的只有一片狼藉 到时又卢等人 刚刚逃出升天 就看到犬神和夜陆胜 你追我赶 两人相向站立 犬神一个重锤砸下来 夜陆胜轻松堵过后 又给他来了一刀 不过夜陆胜也流了一点血 犬神膨胀了 觉得自己实力强悍 一个巨爪再次砸空 夜陆胜跳到高处 自上而下挥舞着剑刃 犬神被打回原形 结果对方的老大 豫章来了 两个年轻的少主再次碰面 这也是豫章第一次看到 妖怪形态下的陆胜 他承认陆胜的实力 但战斗才刚刚开始 豫章是要站在妖怪的顶点 成为白鬼之王 不过是一只来自四国的狸猫 夜陆胜根本没放在眼里 总大教那边也打探到一些情报 原来豫章是意外得到了 传说中的宝物 自此之后 他就变成了不把同伴 当作同伴的妖怪 来自四国的妖怪汇聚一堂 豫章站在高处 拿出了传说中魔王的小锤 豫章挥舞起刀刃 还吓得所有妖怪为之疯狂 最近镇里妖气四溢 陆胜又在开会了 已经到了奴良组的生死存亡之际 现在敌国的妖怪集结一堂 自己组内又有反对派在跳动 正所谓内忧外患 陆胜必须扛起白鬼之主的大旗 因为他是滑头鬼之孙 雪女和欣颖在闲聊 欣颖不喜欢当妖怪 如果可以的话 他只想伪装成人类 简简单单的活下去 但父亲的死 让他体内的妖怪血液沸腾了 他必须要报仇 夜晚 欣颖一人来到了敌方总部 他毫不畏惧 但敌人的声音却从远处传来 他还没反应过来 熟悉鬼就一脚将他踩碎 这一波是领土加成 心意差点领了河饭 生死丢关之际 他想到了父亲 父亲的力量其实不比总大将弱 但父亲仍旧愿意跟随总大将 因为总大将是真正的妖怪 也十分了解人类的心思 父亲最后对他说到 用自己的双眼看清 再决定自己前进的道路 回忆结束 关键时刻三羽鸭即使赶到 他们分工明确 一个对付熟悉鬼 其余两人救下心意 然后趁机逃跑 熟悉鬼想乘胜追击 但预章说现在还不到时候 本家 心意在接受治疗 陆生对此非常自责 认为自己的失职才让部下受伤 但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当然是战斗 郑大神说道 所有老干部都因为对总大将忠诚 才会接纳陆生 而他们这些大将 也并不是陆生的白鬼夜行 陆生必须创进自己的白鬼夜行 为此要与其他妖怪 合下七三分 决定上下尊卑的结义角 但陆生对自己还不够自信 因为他并不是完全的妖怪 不过在这样的鼓励下 陆生的眼神变了 他想起了小时候的事情 总大将晚上率领白鬼夜行 他想要跟随 却被总大将拒绝 那时的他 还不算一个成熟的妖怪 就算他的身上 有着滑头鬼的血脉 依然无法独挡一面 如果陆生想要带领白鬼夜行 那他必须成为最强之妖 为此他需要力量 雪女和几大护卫 乔寿已判 他们早就想跟陆生结下羁绊 成为陆生的白鬼夜行 现在终于到时间了 在樱花树下 竟然喝下了结义之酒 尤其是雪女喝下之后 一抬头却看到了叶陆生 叶陆生一如既往的撩 他凑到雪女面前霸气的舌道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了雪女 总之 陆生的白鬼夜行 终于出具规模 喝完酒后 陆生有点迷迷糊糊 他看到了樱花树上的另一个自己 终于到了这个时候 捧摔白鬼夜行 他们的梦想非常强大 一个要保护人类 一个要保护妖怪 也算分工明确 忽然 惊醒惊醒了 他非常愤怒 陆生这个大少爷 只会躲在家里 积极歪歪 即使身受重伤 他也要去报仇 看到这么坚定的身影 陆生怎么可能袖手旁观 如果一定要去 那就一起去吧 只要与白鬼夜行同在 那就一定能行 樱花吹过 夜陆生又上线了 他语气坚定的说道 无需害怕 对方只不过是一只狸猫 面对这种敌人 别总想着战死 因为你是我们的家人 陆生的白鬼夜行 终于要出动了 几个老干部非常欣慰 虽然陆生的白鬼夜行 才刚刚建立 但有着这份凝聚力 重振奴良祖的目标 指日可待 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里 敌国的豫章 也察觉到了战斗的味道 看来大家都准备好了 这场关于白鬼夜行的战斗 终于拉开了帷幕 总大将跟着敌国老大 走在回家的路上 他们聊起了孩子的名字 取豫章之名 本来是希望这个孩子 能够本本分分 老老实实的生活 结果没想到 就这个小孩醉皮 满脑子都是征服事件 而且手段极其邪恶 令人唏嘘不已 远处爆发出了惊人的妖气 龙良祖的小乌鸦 侥幸逃出 和连夜飞王等家告知路生 四国的妖怪 已经穿过了他们的领土 如果不能抵挡 敌人将全军汇合 到时候兵临城下 龙良祖就危在旦夕了 总大将和四国的首领 坐上了回家的新干线 狸猫首领讲起了从前 很久很久以前 狸猫军团不断壮大 妖怪的领土 已经有些不够用了 所以他们想要 侵略人类的地盘 本来没有科技加成的普通人 遇上强劲的狸猫大军 谁胜谁负 显而易见 但没想到狸猫大军全军覆没 为什么会全军覆没呢 因为那把魔王的小锤 就如同世界上最强的古独 可以把被斩杀者的血肉和怨恨 化为自己的力量 简单的说 就是越杀越强 此时的奴良祖 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所有人都上村下跳 弹部门又齐聚一堂 面对眼前的敌人 陆生到底在干嘛 不是说好战斗 现在又跑到哪里去了 镜头推进 陆生正安稳地坐在堂中喝酒 甚至还拿酒炮剑 一副毫无危机感的样子 看少主那么安定 其他人也不慌了 就相信陆生少主的安排吧 豫章的军团全员集结 征服世界也是指日可待 结果还没出门 他就拿起了魔王的小锤痛杀队影 很快 我方小兵全部清场 有的表情疑惑 有的表示痛快 这是什么意思 一转头 豫章已经站到了舞台上 小羊们统治世界的时候到了 大家做好准备迎接战斗吧 另一边 陆生也率领白鬼夜行 准备全军出击 结果还没出门 一目大叔就将他们拦下 他与牛鬼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现在的陆生还不是白鬼之主 不能带领全部战礼陪他练兵 如果真的要打的话 只能召集本家这少的可怜的妖怪 不过就算本家的所有妖怪都听从指令 那也打不过对面的举国之力 数量差距太过巨大 陆生真的有把握吗 突然 三与鸭发现 有四面八方的妖气朝这里过来 原来夜陆生早有打算 他早就向各地的首领发出了纯月信 这股力量强大的溢出 来自全国各地的妖怪都赶了过来 牛头丸和马头丸也准备参战 所有妖怪都跟在了夜陆生的背后 让我们期待这场 关于白鬼之王的战斗吧 好了 今天的回顾就到这 我是小彩虹 咱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